欢迎收看王帝讲电影,我是解释王帝 今天王帝给大家讲一部 一只蝙蝠引发全球性传染病 危难之中暴露人性的电影《传染病》 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说电影吧 影片开始,是疾病爆发后的第二天 贝斯是一名刚从香港出差回来的高管 自从他出差回国后,身体便一直感到有些不适 他以为自己只是患上了普通的感冒 与此同时,在中国香港、伦敦、日本、东京等地 均有一部分人出现头晕、呕吐等症状 这些人患上的病都有一个共同点 发病不久便突然死亡 第三天,病毒出现的消息开始在各大网站传开 只不过多数人都把这件事当成了茶余饭后的故事 并没有放在心上 直到病毒爆发后的第四天 贝斯在家中口吐白沫昏了过去 丈夫保罗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赶忙将他送进了医院 但却已经为时已晚 医生还没来得及抢救 贝斯就已经离开了人世 保罗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毕竟贝斯的身体一直都好好的 从未出现过类似的症状 而主治医生表示 他也不确定贝斯到底患的是什么病 具体信息要等法医尸检后才能得知 保罗对此非常无奈 但却又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可他刚一回家 就又得到了一个血上加霜的消息 小儿子皮特也离奇地死亡了 到了病毒爆发后的第五天 这件事终于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注意 经过调查 发现的确有一种未知病毒 已经在全球蔓延开来 与此同时 法医通过对贝斯的尸检发现 贝斯的大脑基本已经全部损坏 怪不得他发病不久就瞬间死亡 但想要得到详细数据 还要等到72小时后才能揭晓 第六天 调查员劳拉来到了疾病防控中心 通过询问这里的主管约翰 劳拉得知 昨晚某小学宿舍爆发了一起病毒事件 其中有5名学生不幸死亡 另外还有32名疑似患者正在观察 根据他们现在掌握的线索 这所小学最先出现病症反应的就是皮特 现在皮特已死 所以世卫组织决定 将曾经与皮特接触过的保罗进行隔离观察 这时保罗那个身处异地的女儿 得知情况后来到医院看她 不过父女俩只能通过电话交流 镜头一转 卫生局的专家们通过调查员的情报 也开始研究起了这种病毒 他们一致认为 在病途尚未确认之前 没有必要公之于众 以防引起民众恐慌和暴乱 就这样72小时过去了 通过研究贝斯的实检报告 专家们发现 这确实是一种从未被发现的新型病毒 这种病毒的抵抗力极强 传染性极高 致死率约为20% 目前全球已经有8万人被感染 如果不加以控制 要不了多久就会增长到26万以上 然而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专家们却对病毒的疫苗毫无头绪 想要研制出疫苗 就要先培养出病毒 可这种病毒貌似可以免疫所有细胞 专家们根本无从下手 直到疾病爆发后的第12天 一位在第一级别实验室的老教授 通过不断进行实验 成功培养出了病毒 因为这种病毒非常危险 只允许在最安全的四级实验室研究 老教授这么做其实是违法的 不过既然他成功地培养出了病毒 那也算是将功赎罪 不过培养病毒只是研制疫苗的第一步 至少还要等几个月才能进入人体实验阶段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 等到那个时候 全球感染人数将超过800万人 这天保罗的检测结果也出来了 医生们发现 保罗确实已经感染上了病毒 但后来保罗又神奇地自愈了 到了疾病爆发后的第14天 劳拉也不幸被感染了病毒 此时外面的大街上早已空无一人 左右工厂停工 学校停课 一切可能造成传播的聚集性活动全部停止 总统也被转移到了秘密基地避难 军队们则按照指示封锁了整个城市 而那些官员的家属们最先得到消息 已经开车驶离了城市 另一边 调查员们经过调查后发现 全球最初的几名死者都和贝斯有过接触 所以贝斯就是最先携带病毒的人 但贝斯已经死亡 因此他们只能通过贝斯的行踪进行调查 经过一番调查后 他们发现病毒的源头很可能来自中国香港 于是世界卫生组织便派了一名专家去调查 晚上一名卖假药的无良主播 当着自己粉丝的面 谎称自己被感染了病毒 自己之所以能活到今天 全靠他手里的那瓶名为连翘的药水 而实际上他并没有被感染病毒 而是和一名黑心商人有所勾结 想借此炒火连翘 从而大赚一笔 果然看了他直播的粉丝们 纷纷来到商人的药店买药 甚至还因为抢药爆发冲突 保罗和女儿来到超市里购物 结果此时的超市里已经变得一片狼藉 值班人员不知所踪 超市里的物资也被洗劫一空 镜头一转 一名政府官员正通过网络直播 指责那名无良主播散播谣言 而无良主播也指责官员隐瞒真相 比如官员并没有对外公布 这种病毒的再生指数是二 意思就是一名感染者将会传染两个人 然后二传四 四传十六 十六传二百五十六 再然后就是六万五千人 如此持续计算 将会有十亿人被感染 这就是官员们不愿将这件事公布于众的原因 但他们却让自己的家人 赶在其他人之前离开了这座城市 听了无良主播的话 官员哑口无言 因为无良主播所说的这些都是事实 随着时间的推移 疾病爆发已经到了第二十一天 然而科学家们对此并没有任何太大的进展 反而病毒却变得突飞猛进 由之前的百分之二十的致死率 已经演变为现在的百分之三十致死率 再生指数也上升为四 因为现在还没有研制出疫苗 世卫组织评估 未来每十二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被感染 到了疾病爆发后的第二十六天 因为市区频繁发生暴乱 导致各大商场已经变得空空如也 政府开始为居民发放食物 然而稀缺的食物并不能填饱每个人的肚子 到了疾病爆发后的第二十九天 此时已经有两百六十万人因疾病而死 就连装饰袋也早在几天前已经用完 好消息是 科学家也终于在这天研制出了疫苗 因为时间紧迫 一名女科学家冒险在自己身上完成了人体实验 万幸的是 这种疫苗真的可以治愈感染者 但因为被感染的人数过多 短时间内不可能生产出足够的疫苗 那么首批产出疫苗的分配成了问题 到了疾病爆发后的第一百三十一天 首批疫苗终于问世 官员和家人们最先得到疫苗 剩余的则通过摇号的方式分给其他人 随着疫苗的逐步发放 无良主播推广的连翘也渐渐失去了影响力 于是他便找到黑心商 想要与他再次合作 不料警方却早已在此埋伏多时 一举将发国难财的无良主播抓获 不久后 几乎所有人都已经接种了疫苗 这种全球性的病毒灾难也终于平息了下来 病毒样本也被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封存 电影最后 保罗在查看妻子贝斯的相机时 终于明白了此次病毒的由来 原来是一辆铲车在开垦林地的时候 惊动了在此居住的蝙蝠群 四处逃窜的蝙蝠们无处可去 其中一只恰巧飞到了一家养猪场 一头猪吃了蝙蝠掉落的粪便后 感染上了病毒 接着饭店烹饪猪肉的厨师又被感染 而贝斯因为和厨师握手 这才不幸染上了病毒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人类破坏了自然环境 蝙蝠们无处可去 这才导致招货上身 据说本片的创作灵感源自于非典 王帝推荐这部电影 并非要渲染恐怖氛围 而是希望大家能够清晰地认识到病毒的可怕 在没有有效控制手段前 最好的办法就是与病毒隔离 最近国内几乎所有人都在刷武汉新型肺炎 甚至时刻关注着这场疫情的实施动态 显然这已经成为了一场全国性的疫情危机 这样的场景很难不让人联想到03年的非典 时至今日我们还依然记得 那一年的空气中充满了消毒水的味道 随着武汉肺炎的持续爆发 有一部名为《非典十年纪》的纪录片 也再次受到关注 作为抗击非典的领军人物 当年60多岁的钟然山老爷子 也出现在这部纪录片中 而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17年之后 84岁高龄的他 还会再次经历一场这样的劫难 而正如人所言 相比传染病本身 更为可怕的是人们内心的恐惧 对于国内曾经亲身经历过非典的人来说 应该更深有体会 在直面可怕病毒的同时 心理建设往往不容忽视 国难当头 人性的善恶眉仇最容易暴露 病毒就像是一个放大镜 让少数趁机发国难财的人 丑恶嘴脸曝光 同时也放大了无数善良之人的 诚诚赤子心 面对灾难 你的行为代表了你的人性 最后王帝还是要郑重地提醒大家 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 在此祝愿大家新年安康 也希望这场疫情能够早日退散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王帝的解说就点关注吧 王帝讲电影有你更精彩 我们下期再见 belle样 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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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